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應該是動的動的啦 這是什麼回事 今天叫他 好尷尬 我們偏偏反骨 我們要體會 坐在電腦前面工作的心情 的感覺是什麼 坐著的感覺是什麼 老師你教書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站著對不對 我一直 我的工作是 我自己在教書是站的 那現在主要我做的是教育訓練跟演講 也都還是站著 事實上我們節目主持也是都是站著 對啊 今天破天荒坐著 其實是跟主題相揮映 對 跟蜂窩性主持人是 沒關係 好丟臉 對啊 大家都在詛咒我死 剛剛邵文一直跟我說你要祝願 邵文哥那張嘴真的是 對啊 真的是好 他是叫他去弄抗生素 對啊 等一下老師 不要開玩笑 老師今天蜂窩性主持人 看一下 第五集的時候他變蜜蜂 等一下這樣講 不過越做越傷身這件事情 老師 你很難體會吧 因為你都是站著 我很難 有人連脊椎坐倒都完了 八小時都坐著的時候 那是很麻煩的事情 有一些上班族他在電腦前面 除了傷眼睛之外 可是有一種脈性病 你沒有注意到 就是你的脊椎 今天要討論就是這樣 對 可能你們這個年紀 還沒有辦法感受到 有些已經到課長級以上了 那不得了 X光去照 S型 真的啊 脊椎會變 S型了 身材S型不好 小S 就不要變大S 他就糟了 變大S你就糟了 為什麼S型 我嚇死了耶 看到這個數據 你知道嗎 他們通勤那一兩個小時是坐著 對不對 不管是你做什麼 然後再來吃飯一兩個小時 然後下班之後 在沙發看電視上網 平均四到五個小時 睡眠五到八小時 你幾乎都在躺著或坐著 對 剛講 實力的狀況很少 你看喔 就是脊椎而已對不對 今天要講到你胃 腸 你內臟的部分 對 沒有人敢吃你的內臟到最後 連十字都鹹 對 還有女生就是大屁股 做出大屁股 大屁股我覺得有時候還不錯 真的喔 看起來滿… 好… 不要講話 歡迎來賓 好 首先第一位 工作忙碌 一直受不下來的可愛女藝人 紅糖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但我們錄影呢 真的都過一整天 起來也只有上廁所的時間 這樣到底怎麼樣才能瘦啊 好… 歡迎紅糖 好 接下來下一位 吃到許多美麗健康 小Peple的美容達人 Sam老師 大家好 我是Sam老師 主作真的是美麗的天敵 所以呢 今天會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越做越美麗喔 好 歡迎見老師 好 接下來下一位 說到吃日沒有人比他更了解的美女營養師 劉盈玲 哈囉 大家好 如果呢 你一天到晚都黏在椅子上的話 你記得你要吃對東西才能夠 讓你美麗又健康 對 來 我覺得每次都說我唸妳就寫著 你來 是嗎 你先來 跟著他動一動 保證健康滿點的物理治療師 我覺得很訓 他的 我覺得他甚至 我覺得他這個年紀 他堪稱是皇帝 那方面由內而外 身心靈呢 都是人中之龍 歡迎建文仁老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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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美麗 在美女時候吃 我們說你如果坐吃三空 你如果每天只會坐 只是要吃 你一定會三空 你的身材會空 你的身體會空 你的健康也空空 你剛剛有熱身對不對 你示範一下你剛剛熱身就是蠻 我覺得 沒有啦 我都會坐給你這種熱身 很厲害 你可以 你劈腿應該是OK的 你可以橫劈嗎 我不可以劈腿 那你這樣做操作 你腿都想拉屎的感覺 劈超開的 上班族呢 你平均坐多久才起來一次 幫我們斜板一下好不好 來 JESS 45分鐘了 對 因為我之前啊 那是一節的時間 對啊 一舉步啊 不是 不是馬大街的那種 因為之前憋尿 然後就慎余慎嚴 然後之後就非常準時 都會知道說 要記得起來上廁所走動一下 女生憋尿很嚴重 真的 會尿到嚴 所以老闆對你的印象 應該是覺得你很坐不住 跑來跑去 可是就是因為很緊張 會怕說自己又憋尿 憑尿 對不對 哇 罩折是兩小時而已 對啊 因為像我 像我 沒有 我是站起來動一下 因為像我坐在電腦前面 我一天幾乎坐15個小時 就是回家我也是坐著 所以我就會兩個小時就會站起來一下 因為我之前腳 就是坐久腳會馬 所以你看我現在兩個小時起來之後 腳就不會馬 有時候啊 上課你睡覺 中午午休都會馬 你起來的時候有沒有 整個會很癢很麻那種 你連牌都不會動 沒有喝水都不會想上廁所 所以就很少都站起來走動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很久耶 太久了 你不會想上廁所 你是坐飛機嗎 不是 因為我都很少喝水啊 沒有什麼喝水 也都不會想上廁所 五小時有點誇張 對啊 等於是你早上一打卡 就坐到中午 就坐到吃飯 我吃飯才會起來 走動去吃飯 吃飯為什麼要起來吃 要吃飯為什麼要起來 要走去吃飯嗎 要吃飯嗎 要吃飯嗎 到時候你這種 我都幾乎都不懂 不是坐著吃嗎 好 要不要走起來去餐廳吃這樣 對啊 其實 智商真的是不行 五小時太誇張了 很多那個浩子音樂員就這樣子 他8點多還沒9點 就坐在那裡 然後等到那個收盤以後 真的都是很多浩子都是做的 沒有錯 因為浩子真的是一分鐘幾十萬上班 還有啊 我們看診也是啊 有時候 對啊 有時候醫護人員啊 他在診間裡面 病人一直進來 你根本也跑不掉 不能上廁所 不是不能上廁所 病人會在外面等 你就不好意思 醫生用尿糊也可以 你這個症狀 醫生什麼聲音 沒有 我連放給我 他在那邊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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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常的話 其實 像應該是要45分鐘到50分鐘 就要站 就是要起來走動 你看我們上課 45到50 你看我們那個小學生上課是幾分鐘 45分 45到50分鐘就要休息 對 最正常的話 你喝水進來大概45到50 你就其實就要去上廁所了 所以這個時間是OK 這是OK的 可是兩個小時是上班族的通病 有沒有 大概大家都會兩個小時才起來 那所以很多女生 其實他有一些潛在性的 比如說膀胱炎啊 或潛在性的一些尿道發炎這些 其實大部分都是兩個小時以上 那五個小時那個太扯了 那個可能跟慢性腎臟發炎 可能會有相關 所以你要小心 真的不要太久 可是我 就曾經有過因為這樣子 然後 血尿 很嚴重 對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沒有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肌膚會越來越缺水 皮膚也有關係 對 然後肌膚會越來越乾 所以你會發現可能早上去妝還很漂亮 然後到下班要去約會的時候 整個臉的妝是花掉的 基本上你還是要起來走一走 因為你身體循環變好之後 肌膚的保水度才能抓得比較好 對 那有關係的 OK 所以聽了這麼多 久坐應該會成疾 疾病的疾 對 所以我們來看幾種坐的狀況 怎麼樣傷身呢 第一種是什麼咧 沒時間運動 身體外側就會胖 每一次沒有嗎 第一期的那個肉一直往外擴 對 這上班族應該很少時間會運動對不對 對 很少 但是我自己雖然很少 但很少時間運動 我們常常都要坐著打電腦 手指就會很容易僵硬 我就有這個小撇步 手指按摩器 這個工作女生做OK啦 男生 衝背影看的話 你也衝啥 我還在玩這個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電影院不要亂做這個工作 他可以讓你的手指頭的整關節 都就是靈活的疏解一下 然後你的手指就完全可以抒發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用 這個一般好像是弄到V字臉 對 我之前試試看 現在已經延伸到小手指 這個有錯 不過我建議如果說 因為你要一隻一隻用 可能時間比較長 你可以把手彎起來 然後大力的夾觸就好了 對 夾觸就是你夾 腳就會有 就會痠痛了 然後再放開 然後再往外夾住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這樣重複夾 重複夾 來個六到八回 這樣嘛 對 就是關節要往內夾 幹嘛 你這樣往內夾 我沒有看 我覺得這東西實在是 沒弄好 還會出事 關你看 我這樣的話 邊看 邊跟同事聊天對不對 我要看鏡頭 我看哪一隻 這隻有 怎麼會有弄 奇怪 奇怪 那這是什麼人 要是我弄 你弄 沒有人會想到什麼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他有影響 奇怪 Oh yeah OK 你做得很好 其實還不錯耶 對啊 有摸到耶 不過按摩小物 最主要可以激起大家 去做的那個興趣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沒事在家裡 就坐著躺著 所以真的是手背 然後腰 屁股 大腿 小腿 整個一路就是歪歪歪 可是我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們平常上班 或者是平常我們在家裡 看電視看影集的時候 你就可以邊看邊做 真的就是很酷 它就是按摩和那個 乳液二合一 打開然後你用力壓 有沒有中間有東西跑出來 對 然後之後再往你自己的身 想要用哪裡就用哪裡 你應該用腿的 用腿嗎 我們攝影師說希望你用腿 好 然後就是譬如說你覺得 你自己大腿很痛 然後你就 像我平常都是用到就是 覺得像你擠出來 它就會在上面 然後開始旋轉 它咖啡那個頭就是有 對 二合一 因為平常外面就是要分開 你棄具是一個 然後乳液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很方便 就是你平常上班的時候 你覺得哪裡酸 然後又哪裡 然後 你是不是一直在擠東西出來 還好還好 最後一次我覺得味道很香 對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很舒服 這個不錯 對 我覺得很方便 它這個算有一點軟橡膠還好 如果說有些是比較硬的材質的話 基本上你的這個汁質要夠多 所以你要擠很多 過來按摩 不然的話基本上只是 刺激肌膚的發炎狀態 然後就是你要擠多一點 它才能滑動 對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工具 它比較能促進 像那些橘皮組織的代謝 會稍微好一點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要靠到 就是說要靠按摩 來做到有瘦身跟代謝脂肪的功能的話 還是要要它的血點 跟它的淋巴管會比較有效 有些上班族可能坐一天 然後中午吃完飯出去 然後又吃完飯又馬上坐著 當然會胖下半部 腰部 那像手部這邊的話 代謝都會變得比較不好 那基本上我們擦上去 它有一顆粒 對 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它剛是推薦這個之後 我發現它裡面有一顆一顆的顆粒 所以它可以在按摩的時候 去角質嗎 可以幫助你的肌膚更新的 比較柔嫩一點 對 不過它的顆粒的含量很少 極為的少數 基本上不太會造成肌膚的負擔 那這要洗掉嗎 這個不是 這就是擦上去的保養 對 那你就先擦上去之後 像如果說 因為像基本上淋巴都是在內側 對 然後如果說你的 像紅糖的蝴蝶袖是幾乎沒有 有啦 有啦 它雖然好身材 可能 如果說像這塊蝴蝶袖 比較大的時候 記住你先用手 下去把它壓 往後壓 很酸對不對 你先刺激它那個酸點 先壓下去 不過你不要壓到痛就好了 對 你壓下去有一點酸酸的就可以 然後放上去3到5秒 放開 放上去3到5秒放開 其實滿舒服的 對 針對那個比較肥胖的部位 下去壓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 分不同的點 大概分3到6個點 然後壓下去 然後都放 然後下去3到5秒放開之後 大概做6到8 會痛嗎 不會 其實滿舒服的 會酸 會舒緩 可是要自己弄也不對啊 就自己這樣壓就好了 自己用 對啊 自己可以壓 這種是不求人的按摩方法 自己就可以壓了 然後壓完之後 就直接把它這樣抹上來 然後上去之後 再壓住 剛剛點的那一道就對了 直接把它壓著 然後輕輕的往下滑動 會酸對不對 會酸 會酸 對 等於說你都要壓到這個內 所以要這樣把它再壓 對 因為壓完之後 然後就做滑動的動作 因為其實很多上班族 他不是真的胖 他是因為都沒有起來動 然後沒有動之後 造成身體的水分囤積 循環不好 變得太差 所以這是有點像循環的 一個代謝的按摩方法 可是要抹那個搭配 就是你不一定要抹這個產品 就是你可以抹一些滋潤型的 要不然我覺得那個皮膚會受水 對 因為你乾乾的去按的話 肌膚其實是不舒服的 對 而且剛剛抹 現在都吸收 對 而且你看我沒有太大的去按摩 就吸收 因為這個是屬於比較凝膠劑型的 等於說你可以在辦公室 在做的時候 吸收比較快 你看我都是用一個按壓點 然後又一個滑動的 就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兩邊 你的兩個手抬起來 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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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起來比較有平的 然後你看這一邊 紅了現在是不是覺得很害羞的感覺 你看看這邊 這邊還是比較胖一點點 有沒有 仔細看 這邊是不是感覺比較順過來 這個 有沒有 這個方向是順過來的 對 所以你可以每天花一點時間 有耶 有對不對 對啊 這邊是不是變得比較平 對 然後你看我也沒有去刮 我光是用輕按的方法 這邊就有一點紅紅的 這表示說你的代謝就是有代謝到了 所以其實很多按摩方法不見得說 你一定要很大力 然後一定要怎麼去轉 或要請人家幫你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來參加我們一個課程 然後他第一天來的時候 他就是手上都是那個 然後叫也是 然後我們都不敢問他 想說到底是可能壯大還是怎麼樣 對 然後後來他認識久了之後 他就是因為他要配合所謂的一些 因為他減肥嘛 所以他配合一些乳液按摩 就他是一個很省的上班族 就他就用了他們家一個 就是 什麼東西這麼省 可以瘦身外加彈來彈去 因為你歪的話你會做不歪 對 做不歪 你必須要做這個 就他是一個很省的上班族 就他就用了他們家一個擀麵棍 就是 他不想要太省了 他不想要 對 他用擀麵棍 因為你知道他比較胖一點 所以他相對 他自己講的 他說他面積比較大 所以他也不想花錢買一些小物 所以他就用了他們家的擀麵棍 結果他就用很大力 結果後來他每次來的時候 他都是那種歐車 歐車很嚴重 然後我們就一度覺得他是被夾爆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他用那樣子 所以我告訴他 都不要再用那樣子的器具 因為其實你在按摩的時候 其實剛剛Sam老師講得很對 你不要太大力 因為他其實他是促進血液循環 還有他有點緊緻的功能 但是你一直 他還告訴我說他用擀麵棍的時候 他腦筋在想說 我要把細胞趕走 我要把細胞 那個肥胖細胞趕走 但是告訴大家肥胖細胞 他會面力 對 對 覺得脂肪要把它擀散 這樣子其實是不對 按完以後又去擀餃子 好佳料的 不要學他家吃 這其實應該是說 提醒就是按摩不要太大力之外 其實如果說你不要讓你身體 越來越往外面肥胖的話 上班族有一個問題我發現 最近很多人很喜歡喝一些什麼 蜂蜜水 黑糖水這些 對 那因為其實這些水 其實大部分都是精緻糖 因為有些上班族 甚至一整天裡面 他不喝白開水 他就是泡那種蜂蜜檸檬水 可是他其實他的蜂蜜都過量 所以他發現奇怪 我已經喝了那麼健康 越喝越胖 對 而且他是胖 會胖在這一塊 胖在我們的腰部 內臟這一塊 對 內臟脂肪跟腰圍這一塊 反而他四肢是瘦的 很多上班族女生是這隻手 可是坐久了這邊胖 然後你又喝錯了一些飲品 其實水分是最好的 往外胖 基本上是你垂下來就會 重點是在壓下來往外擴 所以盡量減少壓 很多人屁股會坐一大對不對 坐下去屁股往外擴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壓下去 旁邊往旁邊自己出來 你如果說必要的話 你就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提起來 自然就不會往外擴 他好輕手 所以基本上很重要一點就是 所以你是說 上班的時候坐這樣 上班的時候都椅子拿走 就這樣上班 沒有 真的算苦行真 觀眾看不出來 因為這樣子的話比較習慣 習慣又一方面訓練力量 一方面這個不會往外擴 可是你要持續多久 沒有 這個沒關係 你能多久做多久 你覺得痠了 你再休息一下 再回來就 太晚了 太晚了 他就習慣亮著上了 可以 其實你這樣習慣就好 那慢慢如果 你這個算是要練 那如果小姐的話 我會建議小姐穿窄裙 小姐你就可以 有點這樣子 穿了 有可能吧 同盤你覺得有可能 小姐會怎麼做 可以 那後面的同事怎麼看待這一切 慢慢習慣 所以我會鼓勵 所以主要是不要往下壓 這是第一個動作 剪老師可以介紹一些實用的嗎 有沒有 剛剛說要按摩有沒有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也可以按摩 有沒有 膝蓋按摩過 有沒有 就把這個膝蓋補 變成膝按摩器 一會不會再按摩 一會不會都要這個滴下來了 你這個滿緊的 沒有 你這個看東西寫東西 你們有沒有去過健身房 現在都有那種大球 對 一個什麼大球 就是運率球 抗力球 對 像抗力球 現在我很多朋友 他們辦公室 員工都換了抗力球 因為他那個已經 坐在抗力球 因為他那是練核心 對 因為你歪的話 你會坐不完 對 坐不完 你必須要坐正的話 你其實在練核心 好像他可以瘦身 那你還可以在上面 彈來彈去 有沒有 彈來彈去 後面看會叫你不要動 因為他會覺得不舒服 好 所以這身體往外擴也不好 第二個酒做會造成的問題是什麼 對 真的 我要推薦這個 因為我自己都會帶這個 放在辦公室 鎮骨水 對 我從香港買的 鎮骨水 我之前車禍兩個 就是我傷到關節 我幾乎都不能走路 然後我就連續用兩天 我就可以走 也是因為車禍 對 它就是致酸痛 筋骨酸痛 然後我同事 他們現在只要不小心 因為坐久了 有時候突然起來會拆到 就來跟我救急 拆掉 對 拆掉 年輕人還拆掉 就來跟我救急拿去用 真的很好用 怎麼用 塗抹還配的 對 因為它是塗抹式 就像那種運動軟膏 對 它是這樣子 然後它是真的會 滲到裡面去 你會感覺到裡面 是涼涼的嗎 對 不會刺痛 涼完以後會熱對不對 對 這在香港買的 對 我在香港買的 鎮骨水算還滿 你用過嗎 我奶奶很喜歡 我是因為我常常久 我坐就坐很久 然後下盤就會變穩 而且又會很痠痛 後來我就去買這個 這是骨盆調整褲 它就是說可以調整骨盆 跟塑身衣有沒有一樣的道理 可能有點 就像機能性的那種 塑身衣那種 會讓你很緊這樣 對 它還滿緊的 所以我都會穿一整天 穿了之後 因為它滿緊 就比較不會吃東西 所以我穿大概兩三個月下來 有瘦一些而且也 覺得骨盆下盤沒那麼痠痛 你約會的時候應該不會穿這條 我會穿 你為什麼會穿 會啊 這樣穿衣服比較好看 對 可是妳知道 約會完 你什麼打扯 那種 不好看是不是 不是啊 不好脫 我怕他們這種年紀的 對不對 如果它太緊的話 其實會壓到胃 而且胃穿會逆流 所以其實它會很不舒服 對 所以你上班族就好不要穿這條 我寧願不要 很痛苦 很痛苦 不過我覺得呢 上班族最主要還是坐姿的問題 對 因為像其實基本上 如果說你是 就是這麼講 就是一般辦公室 應該都是會有椅背的吧 對 那種椅背的那種 有點太折磨了 有一些真的沒有 比較少 怎麼會 有一些拿海產店 那種板燈 沒有 比較簡陋的公司 因為如果說 因為如果說像 如果有椅背的話 對不對 這邊基本上有時候 這邊會可能有一個空洞 因為現在還有那種 有一些剪接師 或電腦工程師 他後面那個 一把可能要六七萬 對 就是有一個弧度 有一個弧度 有一個弧度 人體工學 對 沒錯 等於說你一定要做好 讓你的整個循環這邊是好的之外 你的這邊角度 是要呈現九十度的 基本上 就是不要脫下來 對 然後你要自己不時的 去領你自己的姿勢做好 當然說你每個一小時或四十分鐘 要起來走動一下 或者你站起來扭扭腰什麼 這個都可以 那我今天有帶來一個 就是強迫讓你就是可以 沒有那個的話 對 那因為這一個在外面 其實都買得到 只是說外面的可能 都只有這個黑網而已 對 比較沒有中間 這一個 對 那這個按摩 這個按摩就是 如果說我今天靠在 我的椅子後面的時候 對不對 對 這樣子靠的時候 如果我本來那個弧形 就頂住了 那如果我可能這樣子 慢慢這樣 越來越鬆散有沒有 這一塊就會靠到你的脊椎 就會提醒你要撐起來 對 等於說你可能壓太久 你會 怎麼會這麼痛 因為你已經彎下去了 所以這一塊也有這個好處 對 我覺得這個還可以買 這個其實很便宜 這個就幾十塊而已 這個喔 這個不錯 對 這哪裡買得到 這個在任何的像夜市 或生活用品館有沒有 就有賣這個 像我買這個 才五十塊錢 它會不會很容易 很容易移動 它那個後面那個袋子 可以套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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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傻的嗎 沒有 我們一直做不到 他一直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這樣子 要套在椅子 沒有 它後面是不是有兩條袋子 這也要 沒有沒有直的 就是你的椅背可能是有橫的 你就可以看 你坐坐看這樣 然後每次掛了就用那個掛著 然後坐上去 側面一點 側面 對啊 你看那個弧形 對 就有了 對 我沒有什麼用 真的假的 因為我坐著 我一直就是很平的 就是很平的 老師那個椅子也不好用 因為老師是龍椅 你知道嗎 你很少 其實像這個 我自己也很 我也很建議 可以放在車上 因為像車上也有放一個 司機先生很需要 因為你可能開車 就是長時間坐著 你也可以靠 這個是好東西 這對上班族是很棒 對 這個還蠻不錯 就便宜又很好用 想拿回去 可以送給你 真的嗎 真的啊 這是全新的 有沒有迷彩的我想 沒有迷彩的 然後除了這個 他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也蠻特別 這個就是 你看它後面有很多圖示 對不對 比如說像這一個 就是你看像它坐著 這就是比如說 可能你有痣瘡的問題 也可以靠著 坐在下面 對 然後或者是 你這樣把它放在椅子上面 坐著的時候 因為像有時候 有一些椅子的材質 就會讓你容易滑 滑掉 它就會有一個阻力 那就是可以坐在那個地方 定點 就不會可能坐越久越久 然後慢慢就一直滑 滑下去 然後姿勢就不正確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它可以呢 靠在你的椅子後面 像這一個 也可以 就當小靠枕 對 就是填滿那個空間 然後它也可以 像你五歲的時候 可以當五彎枕來使用 對 然後或者是你做長途的 需要做的時候 你可以靠在整個頸部 這好東西 當頸部的護具 尤其坐飛機可以用 對 然後它其實 它這個還滿可愛 它就是一個像甜甜圈的造型 我為什麼 我不是去非洲嗎 在國家公園之間的往返 都長達四五個鐘頭 很少 而且你做那個癲的 癲的就是帶這個 我覺得這很好 這還可以折的 這很方便 對 那這個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功效 就是跟他講說 你可能就是姿勢要挺之外 你的血液循環才會好 好的之外 那些一些肥胖的疾病 或者是身體的機能 就會變得會比較好一點 各位還記得我說的 酸痛有五步嗎 讓我們想想 姿勢不對 用力不上 肌力不足 久治不動 牢牢不休 我們剛剛就是久治不動 太男輩了 你坐的時間太久了 久治不動 如果真的不方便起來動 你可以用屁股搬夾 坐在椅子上面 就會用屁股搬夾 搬過來 搬過去 有沒有 你邊辦公 屁股搬夾 多久坐在椅子 多久了 你慌想到就可以搬一搬夾 搬這一邊 搬這一邊 頭髮示範一樣 就一直 膝蓋病攏 對 反正你就辦公的時候 屁股有時候用左邊的屁股做一做 有時候用右邊的屁股做一做 有 有運動到的感覺 紅糖做的話 視覺感覺比較好 沒有老師做才專業 他是專業 或者是你不想動作這麼大 你可以用膝蓋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久治不動 所以你要肌肉縮縮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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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血循環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可以內巴外巴 有沒有 對 就是內巴外巴 老師說的沒錯 其實八個小時 你可以做很多 或者是你左右 這樣子內巴外巴 他是做下半身的情況 很多就是很多方便 就是一直動一動 你上半身 有時候你就順順難腰 有沒有 那要動起來 順順難腰 這樣就OK了 其實都不是很難 只是要做 要做 對不對 就動起來 好 第三個久坐造成的問題是 腸胃乳動慢 便秘 賴臉 從上門 那臉太可怕了吧 真的 因為 臀肌對不對 對 無數在肚子裡面 對 因為之前我朋友 他前一陣子便秘開刀 然後我就去醫院看他 他就是真的長滿整個臉 便秘還開刀 因為他那個 都沒有辦法上廁所 他就整臉都是長痘痘 他不長痘痘的人 他就整臉都是痘痘 是因為生病了 我問他 他說因為他們那一個時期 就是壓力很大 他每天都大概坐12到13個小時 在辦公室 然後回家有時候又要加班 不然就回家又要再趕見 然後那時候 就是他們好幾個同事 都有便秘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比較嚴重 他就是還去開刀 然後後來他們老闆就 就是買了那種 這種酵素給他們吃 就是讓他們每天都可以吃一包 然後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做的 藥部就是一下吃很多 藥部就是都不吃 就暴飲暴食 然後也沒有再吃水果 然後最後就是買了這個之後 他就跟我介紹 因為我也是都做很久 然後我吃了之後 因為原本我都有腸胃 就是腸胃會不舒服 然後而且做久 這邊腰部又會比較胖 然後吃了之後 我覺得還滿改善的 他吃起來像蘇打餅乾 還滿好吃的 嗯 嗯 油油米呢 像我自己也是工作忙起來的時候 飲食就會變得很不正常 然後排便也會不順 然後臉就開始暗沉 那我是推薦這種 入尾菜 日本的藻類 因為它裡面含有食物纖維 然後 怎麼吃啊 它要先泡水30分鐘 然後今天有就是做成料理 腸胃不順嗎 喝下這一杯 保證讓你順到底 要不要加蜂蜜啊 我其實 沒有 我都沒有加 我會不會很酸啊 不會 還滿舒服的 今天有就是做成料理 哇 看起來 老師跟黑人哥試吃 我喜歡吃肉尾菜 你喜歡嗎 我幫你拿 然後它含鐵含鈣 然後食物纖維又很高 這是你做的喔 對 我自己做的 哇 Yumi好鹹味 吃吃看喔 嗯 滿下飯的 對啊 好鹹啊 滿下飯就是鹹味 我比較禮貌的 喔 你這眷村媽媽的 你 你理人喔 可以白飯一起吃 你這個下飯大概五碗的人 太鹹了 你有加鹽巴嗎 沒有 入尾菜本身有鹹味了 我沒有加鹽 我是用高湯去煮 看起來是醬油味 可是這個很好 對 對身體很好 便秘這個問題 橘子 那我自己是不是本身就是 腸胃系統本來就是有些狀況的 然後就是上班了之後 更加嚴重的便秘 然後像剛才譬如說突腹啊 宿便啊 皮膚暗沉粗糙啊 然後痘痘長滿臉 然後我同事就有介紹 我最近歐美好像還滿流行的 就是這種像奇亞子 奇亞子飲品 那因為就是我喝了這個之後 幾小時之後 我就還滿有感覺的 然後再加配大量的水分 然後呢 就是可以促進腸胃蠕動之後 就比較順利的排便 這看起來還滿好喝的感覺 對 然後你仔細看 然後你仔細看它裡面啊 其實有小顆粒 就是還滿有咀嚼感 可以啊 當然可以喝 好 等一下 偶兩塊 當販賣雞喔 顏色跟你不一樣耶 它的口味呢 這個黑人哥拿的是白葡萄口味的 然後老師拿的是綜合莓果 綜合莓果 對… 綜合莓果 然後這個喝下去之後呢 還滿有飽足感的 你說的乾台灣人就真的是乾杯 還會偷看有沒有 欸… 來 友誼長存 來 友誼長存 祝妳早日康復 好不好 不要再擠我的腳 然後咧 老師妳這個音樂就動得好 小聲老師 是不是 這不是基本配備 我不要 我不是一個器人 要對抗 一般是要戴白手套有沒有 新郎還要戴白手套 你叫紅糖給你喝好了嗎 也是不錯的 見證歷史的一刻 那它裡面呢 是跟那個天然釀造的過程 不要插嘴 你整個動物也聽到說話 這是什麼孩子你 來… 我都喝半瓶了 你可以再拿 對… 進就馬上來了 很好喝的感覺 很好喝的感覺 反敲一個 好喝耶 好喝 這個… 這個我真的很多歡迎 是 還不錯 它是天然的釀造果醋 我喜歡 好喝 因為它裡面確實 剛剛橘子講一個欺壓字 我剛剛喝是這樣滑進去 滑進去 而且很好吸收 因為它其實長得有點像這樣 它是這樣子的 它其實如果是乾燥起來 是這樣像騎壓字 對 一個鏡頭看一下好不好 很小顆 對 然後呢 它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因為確實 現在在歐美 很多的女明星 她很喜歡用這個騎壓字來幫助 幫助什麼 幫助瘦身跟所謂的排便 因為它有一個特性 有心女孩是排便這個問題 很困擾 對 它雖然很小顆 它小小一顆 可是呢 你知道嗎 它進入我們體內之後 吸水之後 它可以長大 變成十六倍 十六倍 十六倍 它一顆裡面 它可以抗上 對 沒錯 薛老師講一個重點 為什麼很多女明星要用 因為它要有飽足感 避免它吃太多的東西 但是它不只這樣的功能 它除了飽足之外 因為它主要是膳食纖維很豐富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 腸道一個排便的蠕動比較好一點 然後另外呢 它可以讓我們的一個糞便體積多 因為有時候我們減肥是太少 或是上班族剛剛講的 有時候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的糞便體積很少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排便 所以這個根本知道就是 其實你在促進腸道的蠕動 排素便是很有用 因為你知道排便 就是要幫助排便解決素便 除了膳食纖維之外 它一定要有水 那水分之外 其實如果說它有加一些 比如說像果果糖 果果糖它就是幫助你的好菌的好食物 裡面都有 所以其實應該要有這些成分 才能夠幫助你 就是排便更順暢 那上班族很可憐 其實五個上班族 我們在門診上面看 五個其實都有三個就有便秘的味 真的 而且它這個其他質 其實女生來喝非常好 是因為它裡面有所謂的植物性的Omega 3 植物性就是說它素質也可以吃 如果說你不敢吃魚油 那種太腥味的東西 其實它像這種植物性的Omega 3脂肪酸 它可以幫助你 因為你知道我們皮膚漂亮 除了水之外還有油脂 那它主要油脂就是 而且它油脂的成分 讓你就是除了便秘 你有時候會皮膚很暗沉 所以你不要補充水分 補充油脂 然後再來就是增加膳食纖維 所以其實這個在歐美其實已經很流行 Sam呢 那你來推薦一個 我這邊也是要介紹這種喝的 好 這是天然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 這一次不是我自己做的 真的嗎 因為這個是我的好朋友做的 大名人 老師你來了 果醋耶 果醋我就是 你不是不順嗎 你有痔瘡 我超順的 我們現在玩All Star 這個是我一定秘密 這個是我好朋友美秀姐做的 我就是那個碰紅色做的 然後這個是她 這是她做的第二缸 等於說她就是用了所有的水果 然後還有山藥 天啊 我只是拿著我就聞到香味 所有的弄著一杯 沒有沒有沒有 她就是這樣子弄完之後 然後整個皮都要晾乾 就是不能有水分 然後像番茄裡面的籽都要把它瀝掉 就是不能有 然後用完之後呢 這個是她的 現在這個是她的第一缸 就是她有倒給我 就開缸後的第一缸 因為一定要把它裝在玻璃瓶裡面 乾的玻璃瓶 對 乾的玻璃瓶 她還滿有心的耶 你跟她交情不錯 我跟她很好啊 對啊 因為她都自己會做一些DIY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在 其實在網路上面也流傳很久 自己做的那些果醋 果醋 對 不過它這個是正宗的做法 我來喝喝看 要不要加什麼東西 我已經有加冰塊了 其實這個是沒有稀釋 我要不要加蜂蜜啊 沒有 我都沒有加 天然 對 不會還好 怕酸喔 還滿舒服的 會酸 好酸 一定要是天然的 是酸耶 對 但是也有甜耶 不過是好喝的 好喝 沒有 它很甜 它真的是天然的甜嗎 全部都是天然 然後它沒有 沒有 問題是它在發酵的過程 它要加冰糖 它上面有鋪冰糖 幫它發酵 很天然耶 然後這個是我去它家倒的時候 就是它倒一瓶給我 然後這就是它第一缸剩下的果渣這樣子 然後這個果渣就可以把它留著 當作下一缸的菌母 因為你要它才能發酵的起來 這要弄多久才有這個 27天 一個月左右 對 那夏天大概 要不要七七四十九天 夏天大概 因為夏天的天氣比較熱一點 大概27天 然後如果說秋冬的話 你可以再稍微往後延一個禮拜左右 對 然後它都有一定的比例去放 這個喝起來還滿 越喝越好喝 我覺得喝起來我比仙女的感覺 真的很清爽 很天然 它可以幫助消化 幫助消化 幫助消化 剛剛有一罐奇牙齒 只是可以先喝這個 然後可以幫助排便 兩個其實可以 兩個東西可以 因為其他只那個就非常方便 只是剛剛要講一下 這個就是有一個可以製作的方法 這樣花時間DIY OK 其實我們講說胃腸 主要是要促進它的蠕動 你如果說一直坐著都沒有動的話 腸子蠕動不好 所以我們有一些運動的話 才針對肚子的一個蠕動 比如說最簡單來講 你其實有時候坐在椅子上有沒有 就好像在跑步一樣 只有一個骨盆 老師這動作都不是很硬 老師都沒有在care那種 沒有 這件 他是健康第一 你前後前後有沒有 你這樣骨盆做一個傾斜 這個肚子有運動 你要不然也是一個很簡單的運動 在座位上面就可以 在座位上面就可以 你這樣的話 你肚子就有在蠕動 可是基本上上班族 應該很少會照你的方式做 那你如果不想做這麼大的動作 有沒有 你就光這個扮鬥這樣子 好像跳肚皮舞一樣 好神鬆 劉怡老師 這倒有點難 我做這個 好像在跳肚皮舞一樣 等一下 我問一下劉老師 這個邏輯性 你覺得上班族會做嗎 其實可以啦 就是默默做就好了 在桌子下面 妳仔細看她那個點 妳看她那個點 妳認真看 沒有 看妳在動的感覺 就是肚子兩樣 這個肚子這樣跳肚皮舞 然後老師的臉慢慢嘲諷了起來 發出一聲嬌羞的 一抹詭異的笑容 因為很多小孩子不是喜歡 是跳肚皮舞嗎 有沒有 跳肚皮舞有沒有 注意看那個點 注意看那個點 再加上西裝褲的皺褶 那不得了 你皺褶看好了 你肚皮 注意看那個點 注意看那個點 來 開始 我不要做了 我做這個 對不對 粉絲會更多 重點是不是肚子要乳動 腸胃乳動 剛剛那個橘子推薦得很好 我覺得對排便順暢很重要 對 好 我們看 做完之後 第四個酒作 對 快習慣上身 再健康的身體 都會瞬間壞掉 年輕的男生 他很 都很健康 也很瘦 但他飲食也還OK 我們問他的那個家族食 也沒什麼家族食 可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常常就是酒作 第四個酒作 酒作病上身 癌症重病追殺你 這太誇張了 不能開玩笑 癌症 像我就是有一個 設計公司的朋友 他是長期就是 前一陣子乾Case 然後整個大概有一個禮拜吧 都沒有好好休息 然後酒作就一直盯螢幕 然後再趕按鍵 然後直到他就是有一天晚上要回家 騎車回家 然後突然就是一個大馬路轉彎 然後就出車禍 然後就 就走了 然後可是因為大家 當場就是一定會去查明說 出車禍也沒有 他的外傷也沒有特別嚴重 就不至於到 對 不至於真的 當場就直接結束死亡這樣子 然後就是進一步調查以後 是發現說其實他是在騎車的途中 然後就已經是突然暴斃 然後沒有意識 然後才會造成車禍死亡 然後因為是因為太過勞累了 過勞死這樣子 那我們曾經有遇到一些案例是那種 就是像你們這種上班族 那又喜歡在那種 比如說兩三點到外面去抽菸的 像他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都很健康也很瘦 體重也沒有過重 那他飲食也還OK 我們問他的那個家族史 也沒什麼家族史 可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常常就是久坐 然後再加上他喜歡抽菸 他一天大概一包到一包半的菸 結果後來他好像在38歲那個時候 他就小中逢 小中逢 心肌梗塞 對 所以其實你要想想看 你是不是飲食上面出問題 坐太久了 然後甚至於你的運動沒有運動 還有抽菸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其實我們一直談說 健康是一個全方位的 我們剛剛一直談說 坐視三空 坐太久的話 身材 身體以及健康都會受影響 那很多暴斃都是嘛 就久坐 溫起幫國家衛生研究院 溫起幫叫做說 每天只要坐超過六個鐘頭 會短命22分鐘 有這個研究 我們平均8小時那 那就30分鐘 就坐越久 坐越久 坐越短 因為你整體的健康都會受影響 因為我上次說過嘛 那個三星圖 頭腦不清 眼睛不明 呼吸不順 消化不良 循環不通 全身都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住 盡量不要少 盡量不要說一直長長久坐 不得不的時候 要多做變化 動一動 所以 這個沒辦法 上班族真的是這樣 其實 自在人為 你只要有動的概念 其實我們很多動作有沒有 都可以選舉動一動 我剛剛是示範動作大一點對不對 但其實我們規定那麼大 但你要記住 有時候提起來一下 我設計到操 那個是讓上班族坐的時候 就可以做的運動 第一個叫做 雙手到處四處放光芒 四處放光芒 高手手舉高到就高手 有點伸展有沒有 這個就放光芒 金光閃閃 水氣10條 10條之後 握拳頭 這個就用力 打開來 握拳頭打開來 然後到處四處放光芒 所以這個動作就很簡單 你就可以上半身就動到了 對不對 第二個是 握緊拳頭 這也是肌肉收縮 因為你收縮循環會比較好 要用力就對了 握緊拳頭 往左右 脊椎肌運動到了 有耶 肩膀也運動到了 手臂也運動到了 會流汗 好 第三個是 肚子縮進去有沒有 讓它蠕動 縮復提臀 臀部稍微提一下 提一下 提一下 透透氣有沒有 不要悶太久 然後就坐在辦公桌的時候 就可以縮復提臀 透氣涼 第四句話叫做 因為很多做久以後很悶 悶著又呼吸不順暢 很短促 呼吸變很短 所以你要深吸慢呼吸 吸吸吸流用 我知道 這一招就跟燒開水一樣 好可怕 沒有... 好 頭換氣 沒有... 這一招要表現出來的 就是男子的一個氣概 這時候已經跑馬了 很聰明見識的作念 就是鼓勵多做深呼吸運動 深面 掌聲 剛剛那個面斷 好不好 就是因為天啊 我們很少做深呼吸 你去運動就會深呼吸 我們講排肚排肚 一個是呼吸排肚 一個流汗排肚 一個大小便排肚 所以你如果大小便順暢 有流汗 呼吸又練一練 其實你...